40年前,迫切希望改变落后面貌的中国,主动打开了国门。 从此,中国快速融入世界,大踏步赶上时代。 40年前,刚到深圳的时候,梁县还是交通部外派到香港招商局集团的一名干部。 我是1979年6月25号从香港。 做我们自己的快艇,从中黄一直开到舍口渔民码头。 看得到这边很风凉、很破败、很贫穷。 要找一个最靠近香港的地方。 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把经济发展起来, 共产党能不能够把国家建设好。 40年过去,这片土地上散发的独有魅力, 不断吸引着老外们来到这里。 这是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。 中国真诚地打开大门,迎来八方来客。 中国,我们来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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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必将更加坚定自信地拥抱世界。 改革开放40年,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, 日益融为一体的40年。 既要请进来,也要走出去。 从劳务输出到工程承包, 从投资办厂到共建一带一路, 从推进合作共赢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 中国正在加快融入世界。 这已经是曹德旺第二十八次来美国看新工厂了。 每次他来,当地工人都特别高兴。 利用各国的资源和市场, 实现与东道国互利共云,共同发展。 这是改革开放40年, 中国企业走出去带给世界的价值与活力。 国之交,在与民相倾, 围以新香蕉,仿承其久远。 谢谢。 我都没想过我怎么会跑到马其顿来。 那时候刚过来的时候, 很多朋友都说, 马其顿是非洲吗? 我说不是啊,马其顿是欧洲。 Made in China。 像这些小百货, 这些小玩具啊, 都是中国义务过来的。 你好。 是,是。 我认识他快十年。 他们对我们中国人还是很友好。 我们这一带来还是蛮幸福的。 谢谢改革开放。 给了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, 能出去看看走走。 至何者不以山海为远? 一条相遇相知的共同发展之路, 已经不久。 为了我们赤月落。 一条 bumpy北的港 magazine 场地主 ここ这些截外 呀,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